表现来看的话应该还没有恢复到最佳 主裁犯关星 这两全场比赛开始到少阴 腾影体育为您带来的2021年 燕京啤酒中国足球杯半决赛首回合的较量 上海湾的德比大战 由上海申花对上上海海港 通过比赛的进行来看的话 现场的草皮质量确实并不是特别乐观 刚刚右侧李申源来了 右边打得太活了 李申源在船中 后连有艾迪这边投球 1比0开场8分钟 李文君在后面冲顶得分 两个边异位之间经常有这种连接 这个是上岗队 我觉得海港队 跟我们留下最大的一个印象跟变化 是啊 这个级别的比赛 你打一个中场无边的阵型 这左边的防守白运 一个人扛不住 这8分钟已经被对方三次利用了 路上的变化 后来曹云定打了比赛 相当来说偏少 看这个一次反击站 保利宁要给左色 奥斯卡 奥斯卡面对两个中卫 那些再挑好球 有机会 停 打完 2比0 2比0 第一时间出比赛半 没有举棋 杨世元也进球了 奥斯卡在对方进去里边 精彩的跳船 身花今天的防线 失误 我们看 对吧 两线之间 看看有没有越位 应该是 没有没有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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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也轻巧 对对对 好球 船跑的线路非常 真漂亮 哎呦 打了小门吧 再看 我这个打十几的挑战 停 顺 增成也没办法了 这个距离 映奇在指挥队友的这个防守站位 老斯卡开起来 中的这个落点 又有了 3比0 里圣龙进球了 好 这是贺冠 贺冠进球了 贺冠hington 他才是 哦 贺冠这个位置没有人盯 他从后面冲上来的呀 是 啊 这 贺冠疫 我在刚开始就说贺冠疫 是对内身体素质最好的 这种球员居然没人防啊 这什么情况 他因为他踩踩 所以应该打手发的 曹云定在左侧 白俊上来 好的 两个人连线了 白俊传起来 朱洛 这个落点上没人 头球 多漂亮 朱卫漏了 这个球居然冒顶了 叮咚 再看 船中质量确实高 哎呦 奥斯卡这冒顶 奥斯卡冒顶 奥斯卡冒顶也正常 也正常 直接顶了一个反弹 机会 吕文君上来 再给奥斯卡 奥斯卡进入射程了 来一脚 打走了 看没人第一时间没吹 右侧 阿波拉罕再来一脚 这球偏的不多呀 这球快发 孙世林处理球慢了 奥斯卡抢顿 这是机会 奥斯卡 左手有保利尼奥分出来 保利尼奥进了进局 等队友 保利尼奥调整 自己打门了 4比1 注意力 然后找一空灯 你看吕文君套着一下 艾迪往底间去补了 这球打的脚法也挺怪的 这球打真飘 还带着点外脚背 而且好像都没有角度的情况下 打出来一脚 你看这个时候 边后卫 是吧 边后卫 埃迪再给莫里诺 中路 还是穿第九 哎呦好球啊 全漏了 反机 三打二 好球啊 面对门叫大门 5比1 85分钟 上海岗打进第五球 领先四球了 哎 莫里诺拿球 哦 又摔倒了 莫里诺第三次摔倒了 今天 我觉得这个不单单是草皮的问题 对吧 他可能今天腿是不是就有些软 也没办法啊 嗯 海港队的五个进球 嗯 是吧 有四个是前场抢断之后 就地发动的那种快速进攻 奥斯卡是 已经没有 已经 嗯 现在深化已经就没有平衡了 已经没有平 足鞋杯的历史上 当年那年 这个 恒大和上港打 是不是出现过 两回合打算4比4啊 啊 你刚说完就又开始了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你踢四场有三场有两场出现这个局面 你说这一球 按说阿波拉罕确实该吃这张牌了啊 哎 这个时候到最后最后的这个阶段是有的 对吧 我们看最后这个阶段是有的 就上手了吧 是孙世霖还是谁 孙世霖 哎呦 干嘛呢 孙世霖 这个肯定是红盘啊 因为有些球员呢 你看这个时候还是比较冷静 包括赵明健一直在围着这个 这个阶段是拉架的 对 拉架一直在围着这个阿波拉罕 还怕被踩到 其实有些球员还是 让孙世霖这一下 这个不光是红盘要后边追加处罚的啊 对 这个手臂 现在看看就是奥斯卡这个手臂 对吧 奥斯卡手臂有没有 他是拳头啊 孙世霖是拳头吧 是吧 还是什么 行 他要判罚了 看看吧 孙世霖 奥斯卡 一人一张 一人一张 可能两个人最后那一下可能都有些动作 对 而且这个要追加处罚的话是影响你决赛的呀 对吧 需要用一些场上的一些判罚是吧 但是的话全场比赛结束最终比分定格在五比上海港的是大比分击败了生花赢下了一场得比战在两回的比赛里边战得先机 然后就做了一会计划